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那么对PottyHome度假村户型比较熟悉的朋友可能认出来这套户型了 它就是40尺面宽独栋别墅里面的长青款户型 Hideway 那么这套户型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是自然有它的道理 它在户型配比上是非常的合理 它在一楼有一套主卧套房 在二楼有一套主卧套房 剩下的四个卧室呢 每两个卧室共用一个洗手间 同时这两个共用的洗手间还服务于二楼的客厅 所以它虽然是六个卧室只有四个洗手间 但是它的配比非常合理 不会让你觉得有些缺失 那么这套房子的另外的一个优势就是它位于Winsor at Whiteside Resort的一期 它离一期的会所以及会所旁边的湖都非常的近 那么从买家的角度上来说 如果你选择这样的一套已经运营了很长时间的度假屋而不是买新房的话 你不但可以马上锁定现在优惠的利率 同时在你交房的第二天 所有的订单booking都是你的个人收入了 而不会像买新房一样 需要等10到12个月去建这套新房 然后再花一个多月的时间去装家具 即使你购买的价格是完全一样的 你如果拿二手房的话 你多了一年的租金收益 那么当然大家在选择这样的二手房的时候 也需要注意它也自存在一些自己的弊端 比如说这套房子吧 首先第一点 它虽然是在Polty Homes非常招牌的这样的一个度假村 Windsor at Whiteside 但是如果对这边的度假村以及我们推荐的房产比较熟悉的朋友 可能会意识到 Windsor at Whiteside的度假村的会所 它相对取来Sloral Resort 相对于Windsor Island Resort来讲呢 都是相对较小 所以它没有另外两个会所看上去那么大气 那么另外的一点呢就是 这套房子毕竟是一个五年薪的次薪房 那么它的入住率这么高 所以在它的房子的这个整个的形态呢 也会有一些被用过的这种体现 比如说它的地板和沙发可能需要做深度的清洁 它的有些墙面的有些地方呢 可以需要做一些小的修补或者是粉刷才能让它焕然一新 那么我建议大家在投资这样的二手的房的时候 实际应该考虑日后做一笔小投资 让它焕然一新 从与其他的这种投资房一样相比来讲 让它更有竞争力 当然我最大建议给这样的朋友就是 你买来之后这样的房子 其实是完全可以马上出租的 等到淡季的时候 再把房子拿出来 然后做一下翻新和哄介 如果你对这套房子比较感兴趣的话 那么这套房子的价格 位置以及其他的一些细节信息 我们都罗列在了视频下的简介栏里 包括我们的联系方式 如果你有什么其他的相关问题 可以直接联系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